近日,笔者频频发现杨幂相关消息几度抢占各媒体头条并被刷屏。 自杨幂刘凯威离婚后,杨幂坚持拍戏出席各种场合活动。 刘凯威也同样和一些朋友多次出入不同场所, 而作为离婚直接受害者,小糯米成为了网民关注的焦点。 小糯米虽然是受害者,但她还能不时得到父爱与母爱的温暖。 正因为她是明星的孩子,大部分网民便表现出了极度热情和关心。 令我们不解的是,一个来自河北省衡水市五强县的狮子家庭, 一双可爱天真的致幼儿女同一天被人贩子抢走,时隔13年还没有半点音讯。 父母为寻找儿女刨遍了全国各地,并求助了许多公益媒体, 帮他们发布了寻子信息。 但令人失望的是关注人气少得可怜,少到几人,多则几百几千人。 这么痛心地拐骗世界,没有得到广大热心网友的关注, 长时间没能得到社会的关心,导致一个原本幸福的家至今之离破碎。 深藏这个家庭背后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秘密什么时候能上热搜? 什么时候能得到网民们的关注与支援? 我们的媒体怎么了? 大家这些热心网友哪去了? 那些娱乐明星真的离不开网民的关注吗? 笔者所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人贩子拐骗儿童案件。 事情发生在河北五强, 下面是家属发来隐藏13年之久的循子求助。 这个真实的秘密真的需要大家关注。 广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